台湾中视新闻网4月24日援引美媒报道 美国国会研究处届日发布了提供给议员们参考的国会的台湾防务议题报告 报告内容涵带了台湾的安全情况 美国对台湾的防务支持 美国的策略与政策 与台湾的防务合作 美军在台湾的存在 其他领域的安全合作 以及台湾的政权交替等 报道称 这份报告提到 美国政府关于在台美军人员的公开报告 目前仅限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人力数据中心的季度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 2023年美国派驻到台湾的军事人员有41人 并注明只代表被分派任务人员的非机密数据 包括被分派到美国国务院及海外大使馆的人员 但不包括所有涉及临时任务 或支援应急行动而部署的所有人员 对于这一消息 有岛内网友表示 这些美军撤队的速度绝对超乎你想象 高官都在演练逃跑路线 更何况美军是专业的 你想美军将领会下令死守台湾吗 言天真了 在岛内网络论坛PDT上 也有人评论称 子弹真的打来 人的本能反应会自己找地方懂 值得关注的是 近期美国国会批准对台军员 有分析称 美国相关法案一方面打击遏制大陆相关科技企业 一方面向台湾搞所谓军事援助 反映出美方以花置华的图谋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4月24日表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国国会有关议案塞入涉台内容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我们坚决反对 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朱凤莲强调 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发展不要衰退 要交流不要分离 要合作不要对抗 使台湾主流民意 民进党当局往顾民意 敢当外部势力以台治华的棋子 把台湾带向危险境地 正告民进党当局 妄图以武谋独 以外谋独 注定失败